就在外媒坐等看中国笑话之际 北京用四个小时让全世界知道什么叫觉醒的雄狮 2008年8月8号7点55分 一道耀眼的光芒将古老的日轨点亮 2008名演员和2008尊佛整整齐齐亮相观众眼前 随着激动的倒计时时刻 2008点清广也转变成60秒倒计时 即便过去15年 可在看依旧瞬间起鸡皮疙瘩 龟腹神工般的画面瞬间令外国有人失控 他们可能从未见过如此炸裂的场面 上万中国军人整齐划衣击打中鼓 场面整齐的仿佛特效绿幕 激风声和嘶吼声混杂在一起 那一刻中国载也不再沉睡 然而这也只是开胃菜 随着音乐的跳动 窝台中央此起彼伏地出现了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 千人千面是正常 但千人一面却是功夫 可难想象这一个字母下面都是一位卖力奋战的中国军人 而最让人动容的是 当时其中一个模具螺丝掉了一个 可在紧急时刻下 为了不影响观感 这名叫陈志峰的军人竟然直接将自己的小拇指插入了螺丝孔里 当时的报纸这样写道 我中华剑儿此次单刀附会 万里观山 望军奋勇向前 让我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那一晚 全世界人民都被凝聚得中国力量深深震撼 然而老外不知道的是 中国人如此重视这场奥运会 是多年来深受排解的心酸 当年所有人都不看好我们 可一味为奥运剑儿却重新书写了历史 1984年 一个马彦虹下既经四座 口无来者 直接夺下中国体操奥运历史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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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说千万别让中国军人出现在国外 那简直就是砸场子去了 我的天 还好张宋文见了高启强一决 不然就被吴刚抢走了 狂飙中张宋文饰演的高启强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从一开始人为言枪的卑微小鱼饭 到最后叱咤整个青海的黑老大 张宋文可谓是直接演活了这个角色 当初很多人都虎视眈眈这个角色 可张宋文却用实力证明谁才是王者 值得一提的是 光是临时发挥这一环节就没人比得过张宋文 在一剧中张宋文临时发挥的台词 直接将高启强的人物形象演绎得更加鲜明 为了演好高启强这个角色 张宋文直接驻到广东感受风土人情 而剧中很多情节和小细节的发挥 也全都是张宋文的功劳 就拿剧中那场电鱼案来说 张宋文所到之处皆是细节 听取张宋文建议后 剧组这才把大车换成了小面包 甚至就连本来是摄像老师的工作 张宋文也全权包揽 试问就这敬业程度有几个演员能做到呢 七位之处见用心程度 是张宋文老师赋予了高启强这个人物鲜活的生命力 而高启强前后反差极大的对比 更是让很多网友直呼 刚开始看狂飘的时候 压根没认出来前面的麦鱼饭和后面的黑帮大佬是同一个人 因为这个角色在张宋文的演绎下 不仅外貌改变了甚至就连气质的变化都演出来了 可以说 整部剧下来 强哥就遵守了一个婚姻法 哪怕如今已经播完整整半年 互联网依旧是高价的 可以说 不是高启强这个人物好 是张宋文把他演活了 也难怪在演完高启强后 张宋文都直呼 自己走不出来 我活在这个影响中 的确 试想一下如果真的让吴刚来演高气强 十有八九是演不出这个感觉的 毕竟在狂飘里他拿酒劝投降的那一段 就尴尬的让无数观众嚼至抠地 好家伙 要是他真抢到了高启强的角色 估计狂飘就不会如此大火了 不得不说 还是导演徐济周 慧眼十出三股茅庐上门邀请张宋文 要知道 其实张宋文当时的名气 可并不比吴刚刚高 可徐济周却十分肯定 认定了他 非张宋文不可 当时我就跟我的很吃的方说 你一定把他弄 我真的是 他不来我 我会很纠结很紧张 很聊很聊时间 而事实也证明 高气强成就了张宋文 张宋文也成就了高气强 这个角色无论换谁来演 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准了